国内疫情来关心 桃园米迪幼儿园群聚案再扩大 应在中立牟里百货上班的女会计人员 昨天确诊之后 她的三个儿子晚间也都被验出养性 由于三兄弟都就读中立区新街国校 校方也紧急发出了公告 国小跟附设幼儿园停课14天 校方也紧急安排2000多名师生裁剪 目前730人都是阴性 而这名女会计人员曾接触过的中立病院 三百多名人员裁剪的结果也都是阴性 针对传播链迅速的扩散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表示 可能还有少数传播链没有被掌握 做好校园防疫才能有效缓和疫情 大批学生和家长挤爆篮球场 在老师的指挥下排好队 依序进入礼堂进行PCR 桃园新街国小28号晚间 紧急召回签名师生裁剪 因为校内爆出三位学童确诊 我要拿课本 昨天我看到的写信带到那个中正中原 廉价结束后 一早家长急忙带小孩到校拿课本 因为学校一路停课到3月11号 改线上教学 米迪幼儿园群聚烧向小学 一名中立牟里百货的女会计人员 曾和幼儿园确诊学童家长有职场接触 28号确诊后 同住家人被匡列 结果他的儿子分别为就读国小 二年级的双胞胎哥哥和一年级的弟弟也确诊 校方紧急裁剪两千多人 目前730位阴性齐于检验中 而中立病疫管也匡列裁剪381人 幸好全微阴性 米迪幼儿园群聚先延烧至家庭 如今快速扩散 桃园三所国小 何时能降温 医生降坎 由于幼儿园和国小孩童都没接种疫苗 要防堵疫情扩散 医师认为 医生有症状就筛检 还有工作人员完整接种 才能竞速阻断校园感染恋 接着综合报道